第十五节诡异旅店画符,其实很麻烦,特别是学习新符咒的时候,要经过很多次失败,才能找到其中的秘诀,成功地画出符咒,并不是按照书上所画的样子,随便临摹一张,就能用的,画了半个小时,尝试十七次,全部失败,时间到了,我也应该去上班了,临走之前,我将化妆盒打开,放出了大牛, 大牛一出来就抱怨道,大师,我在里面,快憋死了,你本来就死了,我纠正道,谁叫你乱动我的东西,你耐心等待,我要出去上班了,为了避免你乱动我的东西,还要把你关进盒子里,钱老板那边我会尽快搞定,等钱到手了,就带你去找你娘,并且安排你们母子相见 钱老板挺爽快,第三天就付钱了,成东第一时间,就给我送来八万现金,令我头疼的是,徐晓菱最近又回到这个快餐厅吃饭了,还带着两个女同事,成东来送钱的时候,她也在场,徐晓菱玩笑道,小龙,你发财了,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顿饭啊? 没错表弟,你应该请客,旁边两个女同事附和道,他们就是上次送徐晓菱去医院的人,当时成东给我瞎编了个身份,徐晓菱的表弟,所以这俩女人,每次见面都喊我表弟,那叫一个亲切 徐晓菱瞪了两个女同事一眼,我是开玩笑的,你们瞎跟着起什么哄,听着他们的争论,我略感无奈地说道,好吧,我请,还没等我说完,成东抢着说道,我替小龙哥请客,美女们,赏脸吗? 两个女同事当场就答应了,徐晓菱问我道,小龙,你去吗?我上班,好像没空,小龙哥,我们可以等你下班再去吗?成东说道,好吧,到时候通知我就行了,我要去工作了,现在是上班时间,你们先聊吧,说完,我便继续端盘子去了。 当天晚上回去,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大牛,他又哭又笑,笑的是我答应他的事情办到了,哭的是自己死了,以后老娘该怎么活?大牛问我,老弟,俺可以不去地府吗?俺想一直陪着娘。 我说,大牛哥,这是不行的,鬼和人不能经常在一起,否则会导致阴气侵涕,大病异常。你这样做等于,害了大娘。 第二天,我请了个假,老板娘很不耐烦地批准了,并说,这是最后一次,如果再请假,就将我辞退。 这天刚好是周六,徐晓菱的假期,她知道,我要给大牛的母亲送钱,昨天就跟我说,反正假期也不知道去哪里,就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 而我竟然鬼使神差地答应了,背着黑色背包,里面放着牛眼泪,呈影件,化妆和等物品。 为什么我一直用这个黑色背包?因为它材质特殊,布料内部有几层薄薄的钢丝网,防水,防盗。 最可贵的就是,它能隔绝阴气和阳气,打个比方,将成影件放进背包,就在也感应不到成影件散发出的阳气。 所以说,虽然背包外表看起来并不美观,实际上却是个不可多得的宝贝。 所以,跟徐晓菱会合后,我们直奔大牛母亲的住处,一个脏乱的巷子,一间破旧旅店。 大牛的母亲还没回乡下,因为她正在等村长来帮忙打官司,所以暂时住在这个破旧旅店中。 而这个地址,是大牛告诉我的,和徐晓菱进入这间破旧旅店。 第一感觉,就是潮湿,黑暗,阴森。 看门的老头,用沙哑的声音问道,开房,双人大床间。 每天二十,徐晓菱的脸,瞬间就红了。 大爷,您误会了,我们是来找人的。 我对老头和善的点了点头,便向楼梯走去。 楼梯很窄,很暗。 我不得不握着徐晓菱的手,免得她摔下去。 来到二楼,发现走廊亮着红色的灯,而且很安静。 在红色灯光的照耀下,显得很诡异。 徐晓菱似乎有些紧张,紧跟在我身边。 我也皱了皱眉。 来到207门口敲了敲。 过了很久,里面才传来声音,谁呀? 声音很苍老,很沙哑。 不过也能听出,是个女人。 请问您是大牛的母亲吗? 我们有事找您。 是关于赔偿的问题。 我和善的说道。 又过了20秒左右,门被打开了。 开门的是一个老女人,皮肤辣黄,面色憔悴,穿着朴素。 但我却目光一凝。 她眉心黑气笼罩。 刚开门的时候,我就感觉到,一股阴风。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 她打量了,我和徐晓菱几眼。 让开身体说道,两位请进来吧。 我不动声色地带徐晓菱走进了屋子。 等我们进屋后,牛大娘降门关好。 问道,你们刚才说赔偿。 我一边打量这屋子,一边心不在焉地回应道,是的。 这屋子很小,没有窗户,约有15平方米。 也就是三米乘五米左右。 屋子里只有一个单人床。 一个小桌子。 地上放着一个行李袋。 看样子是牛大娘带来的。 从刚才进入这间旅店开始,我就觉得很古怪。 现在又看到了更古怪的牛大娘。 她眉心黑气笼罩。 已经实质化了。 人体内有这么多阴气。 早就病倒了。 甚至死亡。 而牛大娘只是看上去有些虚弱。 身体动作,还是很有力的。 那么,也就只剩下一种可能。 鬼上身。 我将徐晓菱暗暗挡在身后,一边摘下黑色背包。 一边说道,大娘。 老板决定,再赔偿八万元。 我这就给您拿出来。 但我取出的,却不是钱。 而是,成影剑。 同时从裤兜掏出三张羊符。 低喝一声,大胆妖孽。 还不快快现身。 一边说着。 我一边将羊符和背包,交给徐晓菱。 羊符是给她护身用的。 拿着羊符,多多少少都有些功效。 牛大娘面部扭曲了起来,并且发出咯咯咯的笑声。 屋子里,音气更重。 连我都觉得有些阴冷。 我又拿出一张音符,快速熄灭了自己双肩的羊火。 开眼后,只见牛大娘,整个面部,都被黑气笼罩。 看不清相貌。 果然是鬼上身的情形。 虽然我没亲眼见过。 但却在牛门历带降妖记载上。 看到过相关记载。 徐晓菱早已退到墙角。 惊恐地看着牛大娘。 我又低喝一声,再不现身。 本掌门就不客气了。 而牛大娘,又怪笑了一声。 一耳光向我招呼过来。 这一掌又快又狠。 但本掌门,也不是吃素的。 侧头躲过这一巴掌,摸出一张轻心符,又快又准地贴在了牛大娘眉心。 不错。 轻心符正是专门对付鬼上身的。 轻心轻心。 被鬼上身后,身体和思维完全不受控制。 处于一片混乱状态。 轻心符的作用,就是帮助受害者,恢复清醒。 受害者一旦恢复清醒,上身的鬼就必须被迫离开了。 但正当此时,被鬼上身的牛大娘,竟然抓起自己的行李袋。 用力地向灯管砸去。 这让我猝不及防。 想阻止的时候,已经来不及了。 啪! 灯管碎裂。 屋中一片漆黑。 伸手不见五指。 房间很寂静。 只有几个微弱的呼吸声。 而我身后的呼吸声,却沉重了起来。 我一边后退。 一边低声安慰道,徐小姐。 别怕。 我缓缓后退。 但却觉得自己的后腰,被人踹了一脚。 身影不稳。 向前跌了几步。 同时心中暗道不好。 我后面只有徐小玲。 难道。 接着。 一个身体扑在我背上。 双手掐着我的脖子。 从他身上淡淡的香味盼跌。 正是徐小玲无疑。 失误啊失误。 我果然还是经验太少。 那鬼故意打破灯管。 然后离开牛大娘。 再上徐小玲的身。 我想用过肩摔将他摔倒。 可地上有碎裂的灯管。 我怕伤到他。 想用手肘猛击他胸口。 又下不去手。 成影剑。 伤到鬼的同时,也会伤到徐小玲。 而且徐小玲双腿盘在我腰上。 让我无法从兜里逃出符纸。 目前只有一种方法了。 用舌尖精血。 那强烈的阳气。 就算不能逼出鬼。 也能让他受伤。 二话不说。 咬破舌尖。 将徐小玲的脑袋扳到我肩膀上。 一口精血, 粉在他脸上。 果然。 徐小玲发出一声鬼叫。 放开了我。 这招恶心是恶心了点。 不过剩在实用。 总比打伤他好得多。 我大口喘息了几下。 从兜里摸出一张音符。 凝聚仰火于指尖。 将音符点燃。 一片绿色火焰。 将屋子照亮。 正当我想打量周围情况时。 徐小玲又扑了上来。 我的娘哀。 还他妈有完没完。